紅色好漆 流線車型 特殊車燈設計 鴻海電動收旅車Model B 預告片對外曝光 亮眼時尚的外觀 要女性車主也看過來 鴻家軍股價旗漲 鴻海以勝廣宇收紅 也帶動電動車族群強漲 台股開盤一飛沖天 早盤最高來到一萬三千八百九十九點 不過接著漲幅收斂 在上午十點半左右一度接近平盤 索性資金持續點火 中場上漲九十點收在一萬三千八百九十二點 台股距離一萬三千九百點關卡 只差一步之遙 三大法人買超一百二十六點六億元 其中外資更加碼一百二十七點零三億元 已經連三買 戶國群山點火台積電漲六塊錢 收在四百五十一元 連電漲百分之一點七 不只國家隊助攻外資也大買 金遠雙雄 台積電買近六千多張 連電買近超過一萬張 外媒揭露最新的研究報告 台積電先進製程超越同業 預計未來五年內市佔率和獲利率都將持續高於同業 大力光也報家因九月營收佔上五十億元大關 激勵股價漲超過百分之五 來到一千八百三十五元 利品重返股王 台股反彈訊號還有他 美元指數最近也沒有在搶 這也是對股市來講是好心 國安基金第三季立會宣布不退場 從七月十二號進場以後到九月底 累計五十七個交易日 投入金額超過一百億元 國家對持續互盤穩均薪外資買盤也回籠 台股吹起反攻號角 三立新聞李文聖李文科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